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乌鸦喝水 从前中间有一次乌鸦在天空飞翔 它很渴,可是它都找不到水 它远远的旁边有一瓶水 它就飞过去那里降落了 乌鸦呢,它要想啊想啊想 又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喝到那个水呢? 因为我嘴巴很小 我的嘴巴很大高又不到水 水瓶又很小又喝不到水 它想啊想啊想啊想 想到了,我用头撞水 水就流光,就不惜喝水了 它又想啊想啊想啊想 我旁边还有多石头哦 摇一个石头丢 那水瓶的水就流光 就不惜喝水了 它又想啊想啊想啊想 想到了 我旁边还有多石头哦 摇一个石头丢到水瓶里面 摇一个石头丢到水瓶里面 水瓶的水就越来越多就喝到水了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 我还不得你 我还不得你 我有没有啊想的水瓶 我还不得你 有空的水瓶 有空的水瓶